又是一年大结局 前有轰摸6 Pro猛轰油门 以命相搏 后有飞至B8X西风架构 预先桌 战况格外焦灼 然而这把得杀个 却反倒比想象中更加镇定自若 乍看貌似只是换了个三十片 改了改RGB灯壳 究竟原核如此从容不迫 意思否还守得住冰封王座 就让咱们愉快的瞧一瞧 这关哥们儿到底准备怎么过 今天还是Pro版为主 标准版为辅 简单带着说 另外依然要注意固件版本 如若不一致 参考虚几身 KX5 Pro上手总体延续前作风格 依然质感充沛 形似超跑 流畅的线条总是隐隐飘散着 那么点独特的竞速韵味 即便明确知道只是个三十七而已 但不得不说 实际在手仍旧仿佛 随时都能听见引擎轰鸣 或许受死加持 尽管绝对尺寸甚至重量 相对同类磁吸都不算太克制 感受上却也都悄然话语无形 反倒显得霸气但不争鸣 精致亦不至过于反复低零 整体重量下降8.9克 宽度和厚度与前作相仿 不过纯论主体的话 长度略有增长 此外为了配合RGB灯罩的钻石切割 周身处理也更加硬朗 精芒蹦触星辰暗 锐彩流灰月华销 全新升级的RGB灯光 得益于支持亮度调节 这把柔光罩透明度更高 再结合极为晶莹剔透的钻石切割 属实华丽到了几乎无意附加的地步 堪称大写加粗的璀璨夺目 可能是散热器史上最浮夸的灯光效果了吧 所有预制模式均支持快慢明暗 与色彩的全方位自定义 也可以设置为直接指示当前温度 最离谱的是魔方模式 甚至能够自定义每一颗灯珠 生成专属方案 当然如果你不喜欢灯光 那么可以单独关闭 避免涂增功耗 反之一颗通过桌达模式单独开启 闪就完了 至于联名款与标准版 前者自无需多言 就是换了涂装多个浅色的选择 后者虽然说是性价比 但并不意味着纯就拉胯简易 这瞅着不比诸如红膜爱儿之类的 好像是靠谱多了 甚至还是上下出风 一会儿失色的时候可以简单看一下效果 好了不知道大家觉得 黑砂本次设计如何 主观印象你愿意打多少分呢 欢迎单独留言参与互动 该说不说联名款的RGB设置为红色的话 确实还挺呆感 整出了一些有如熔岩的效果 老样子先原地干脆一台坦诚相见 渗入交流 首先不同于前作完全站在磁吸一边 黑砂5pro其实更偏背夹 框架介于两者之间 当然空间大了 结构就能有所景简 比如纯纯背夹形制的底板 就不用再碍于螺丝的关系 费尽把力做成双层 也令整体更易拆解 理论上如果你有合适的冷面香蕉 以及导入胶贴 就能轻松做到完整拆开再复原 而无需破坏任何界限 最大变化升级超薄旗片 表面涂炭 官方数据三热面积提升230% 重量下降8克 至此三大主流厂牌 基本算是整齐划一了 不知道大家觉得 哪家的旗片看起来最性感呢 目测反正空间利用率 红膜可能是最低的 毕竟飞制风扇外挂 旗片填满 而超薄风扇加持下的黑砂 中间区域也没耽误 唯有小红是几乎实打实的 只放了个风扇 可能也就得亏下面是VC军冷板吧 有趣的细节 质冷片贴合 黑砂接触面还特地做了个 极富金属光泽的纹理 格外闪耀 然后就有点烧脑了 一只质冷片热面是贴合加强 外带硅脂涂满的双管齐下 但是冷面一如画面所见的新奇 却是个仿佛故意为之的 回字形填充 这点在咱们猜解国的 全部散热器当中确实不常见 可能首次出现 坦率讲我也没看懂 不过合理推测 可能是某种基于实际场景的 效率优化方式吧 反常规的人为限制了冷面输出 理由有两点 第一单纯为了省料的概率不高 毕竟热面是涂满的嘛 根本没必要 第二黑砂本次的聚冷板 放在其他刺激中 几乎可以说是debuff级呈现 不仅仍就后如装甲 面积还增加了18% 堪比背甲 面对这个大富仔 如若涂满全力驼动 那么热面很可能吃不下 导致制冷效率下降 反之间隔开来以退为进 只用一半 足够令具有一定除冷能力的聚冷板 达到目标的同时 也大幅降低了热面压力 竟然始终确保整体高效运行 是不是听着好像有点符合逻辑 斗胆猜测 如果实际效果确实走得通 不排除各家会果断跟进 此设定的可能 因为一定程度上属于将散热器 从冷热面相互制约撤肘 带入到了整体协同 不过当然 万一真就仅是省料而已 全当我没塑 独特的规制填充方式 似乎并未对冷面的冷量分布 造成什么显著影响 事实上最冷点同等温度时 黑砂的偏心程度 看起来反倒还很有可能是 三者当中最小的 总体相对周正匀称 这个应该比较好理解 白色十字是冷面中心 红色是最冷点 虽然没啥求用 但站在强迫症角度 两者应当始终重合 磁吸相较前作没有变化 立像情况下垂直吸力 大致45牛 搭配原厂自一片为12牛 势必红膜或者飞制小一些 但换算过来 大致1.2公斤的承重肯定也够用 风道就还是这么个标准的上下出风 风力比较猛 正常情况下不必担心催手 或者反向加热手机 25摄氏度15分钟空载 首先标准版简单带一嘴 最高档位平均21.2瓦 砍下最低零下5.9 零后平均5.4 绝对制冷能力 虽比今年期间 却有一定差距 但其实只要你往前翻 回顾去年的话 不难发现 恐怕还不比这个门 所以如果对蓝牙 或者其他雨外功能 没有特别的追求 那么应对一般场景足矣 Pro版宽广厚重的军冷版 并不耽误表现生猛 超频率增强两个高档位 冷点降速 一个猛子扎到零下 仅需20秒 比红膜或者飞制 还快了30% 超频档最低零下13.40度 零后平均12.7 增强档再略近一丢 最低零下13.8 零后平均12.9 总的来说 两档之间没有太实质性区别 都是零后平均 既超过飞制 或者红膜的最低温度 甚至前三分钟 都是完全一致的 只是三分钟后的增强档 又略微加了大致0.3瓦输出 才在数值上又多降了 那么零点几度 此时有动员可能会说 这不是报喜不报忧吗 功耗直接不提了 就你四多 但保安快给我把这小子插住 这个功耗吧 确实是有点 不是 有点子功夫 超频档堪比一脚 踹进油箱里 平均输出高达31.5瓦 增强档更是赌命般 他怼在了31.8 大力飞砖 效能还不比红膜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个人觉得两个高档位 核心还是在于体现 一般刺激根本搂不住的承载能力 面向有极致要求的群体 所以唯有温度优先 而如果只是随便用用 差不多就行 那横向参考 就得有请略显风骚的嘲讽模式了 黑炸5 Pro开启中间档位 你会惊奇的发现 从温度到功耗 再到效能 几乎皆与飞制B8X最高档位如出一辙 同时十分微妙的综合 还略强一丢丢 隐约有种刻意的感觉 不过当然 实际大概率只是巧了 毕竟两者的制冷片 单从外观规格来看 本身就很难说有啥区别 那么速度同归 在同个温度与效能 均比较好的点位相遇 也就不足为奇 总结起来 不管身大力不亏也好 还是设计独到也罢 纯论空载数值 或者说绝对性能 次出还是黑炸最强 而如果追求效能 选中档位就行 等一会儿实际上机 再论高下 看懂设计目标 噪音方面也就不难理解 平均输出超30瓦的两个高档位 声音自然要大一些 甜点中档则要温柔的多 甚至纯轮数值 相比红膜肥质还小有优势 不过查看频谱 高频部分 黑砂似乎同样会有点笑叫 当然归根结底 实际几何 还是取决于每个人的主观感受 咱们简单听听看 你觉得哪个炒 那就是哪个炒 先是黑砂自己几个档位的区别 然后横向时公平起见 黑砂就以中档为例 咱们简单听看 最后难得三位都在 隆重一点 自动档位简单视力发 还是25摄氏度室温 大致平均43摄氏度左右的 恒定模拟负载 因为负载本身的 炙热效率坦然讲不是特别高 所以温度不必纠结 咱们大概看个趋势就好 结果而言 最猛的还是黑砂 平均17.9瓦输出 愣是怼到了零下2.5摄氏度 还没有明显收手的意思 可能需要蓝牙真实连接手机 辅助盘断才会温和一些 飞至本场景中的目标 在4分钟左右 自动定到了6摄氏度 随后一路变频保持 平均功耗8.8 红膜最为保守 目标选在了10摄氏度上下 同时起手效率稍弱 拉高了整体平均功耗 实际后期很克制 仅给了5.5啊 烤机测试 毕竟谁也没更新 节省时间咱们直接沿用此前 基于Home Air手机的结果 整体趋势与空载无异 黑砂增强挡位率 手机周身平均降幅 打至17.5摄氏度左右 比飞至低1.2 比红膜低2.9 内部估值几个平均降幅 14.9摄氏度 比飞至低2.6 比红膜低4.9 穿透性很强 意外的是主打效能的中挡 这里居然并没有比高挡位弱很多 同时拉开飞至的距离也更大了 这就很难讲了 因为高挡位 起码你还可以归结为是超过30瓦的功耗硬催的 但中挡位功耗几乎是一样的 不知道大家觉得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值得注意的是 纵所投资黑砂现在的磁锡片比较小 还并没能完整覆盖冷面 如果实际直接吸到苹果上 也许效果还会更进一步 30摄氏度星铁实测 虽然说是压力比较大 但例外里中秋不比烤机嘛 手机输出要低一些 于是草率理解诸位搜索的降幅 基本源自增加的环境温度影响 似乎倒也不是完全不行 黑砂5 Pro搜索3.3 非至B8X搜索3.5 后摩执是缩了50度 可以说前两位实际使用中 最高挡位对抗环境温度的能力 大致差不多 有意思的是 尽管黑砂中挡位这方面不比高挡 但纯屏制冷能力 愣是直接吞掉了缩幅 仍旧打出了不俗的实际效果 可倒是再次印证了 正常情况下 确实只开到中挡就可以足够照得住 最后稍微补充一下APP软件 非至于AX严格讲都没啥可挑 只是各有各的倾向 前者最大特点是多个专家模式 可以手动设置变频的目标温度 与风扇转术上线 在性能板块自由度高 后者首先UI上 不论颜值亦或交互 都毫无疑问是三者当中最佳 非常直观友好 同时也拥有可以说是最全面的数据监控 涵盖冷面热面温度 风扇转术 整扇功耗 全部四项素质 最大特色是RGB灯光玩的比较花嘛 不再坠述 总体相对简易的是红膜 核心功能虽然没有明显缺失 但从性能模式到数据监控 再到RGB设置等 各板块除了基础直升 想更进一步寻找可玩性 有点难度 适合偏好简单直接的朋友 个人觉得下回之少 跟自家手机能有所联动 是不是更好些 现成的平台都不用 有些可惜 话说你们更喜欢谁家的APP风格呢 好了 整体看起来黑沙5pro 可以说一如既往的强悍 反复压榨 已然略显痛苦的红膜 心思挖空不惜大改架构的飞制 两位使出浑身解数才处达的位置 黑沙呈现起来却直到寻常 甚至不禁感慨 好像都用不着31.8瓦的大宝剑出手 不过当然以上肯定是有点夸张了 严格讲 各家30G从去年的零下5摄氏度都费尽巴力 到如今零下10摄氏度才仅算跨过准入门槛 绝对制冷能力近乎集体翻倍 提升确实都很大 随便用用选谁肯定也都不算犯错 只是如果没啥特别的想法 但对温度有更高的追求 降速降幅极值效能等等全都要 一扇了纠结 那么黑沙呜Pro还是值得优先考虑的 不知道今年各三个当中 你会选择谁呢 又是基于怎样的考量 欢迎评论留言分享观点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我是大手哥 我们下期见